新闻 靠幻化 好 周老师 客家人 老师 这样我这是这辈子第一次看到 就是说你们客家人在过年的时候 是有这样的文化 就做这种东西 做这个龙 我们小时候当然没这么精美 这个是在苗栗的 他们所展出的这个龙 那我们在元宵节会有一个叫半龙的活动 那这个半龙活动 也是苗栗现以观光的发展来去推它 可是在我们小的时候 是小朋友自己几个那种小屁孩 就会自己组一个龙的队 就会自己去作战一只龙 那你们怎么做 就像那个一节一节的部分 像这一节部分 就是用那个铁桶的沙拉油桶 然后再去随便弄一些布拉子 把它弄成一个烂烂的龙 重点是要把龙走出来 那前面那个龙珠可能就篮球 破掉篮球给它捅一根棍子这样 那这个龙要干嘛 这个龙的很大的作用是 它是可以练才的 练才 这个龙队它会去接上去 去跟那所有开市的店家去跟他们拜 给你稍微捂一下 就捂龙捂一下 所以是要去五龙的 对对对 五龙五湿 那个时候苗栗整个晚上大概有四五十条 真的 就是练才的年轻人 你说是用沙拉油的那个桶 那如果用到那一种的桶子 人家 人家就包起来啦 人家都觉得你这种都就是所谓的 阿比亚那种的 算了算了算了给你一个 好啊 顶薪力还干就新年了 所以你们要好几个小朋友 一个拿篮球那个 对不对 一个用丝头 没有丝啦就是只有龙 我们是有龙 文化只有龙 那这样几个小朋友 大概七八个就可以对了 然后会有换手嘛 会有十来个人这样出去 然后后来就把它改成放鞭炮去炸他的这种 对 一年大概可以这样子可以练到一下 其实 因为印象有点久远了 有点忘记 但是我觉得他们至少 店家都是五十一百让包 哇 这个不错 你是说一个人吗 不是不是 就是一只龙 一家店家 一来一只龙他就给他一包 对对对 哇 那没办法呢 你的店家那么多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吃 他们吃定 他们吃定人家就是说 因为开市要求吉利 对对对对 要不能跟你说 好彩头一定得给 这是什么 他有点成本啊 因为他会带小村便炮去放 所以他自己做这个龙也是有成本 你们也要带便炮去 自己带便炮才热闹嘛 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团体活动 我觉得这个有趣啊 可是现在就有点消吞 因为他变成观光化之后 我觉得政府把它变成 就是元宵节的时候 所有做很漂亮的龙 统一天在舞 然后统一把它炸掉 他现在已经变成是 主任北风炮 南风炮北天灯 台东炸寒当 苗栗榜榜 变成是元宵的四大活动 那个棒是什么意思 棒是客家的话就是炸 哦炸了 炸 可以崩 可以崩 不过坦白讲 这个客家妇女过年 恐怕是 比其他族群的妇女还要忙 好累 一定累 要大量生产那种 你有遇过 没有想都知道啊 我不想让 对对年糕什么的 那个产量很大 你去问的时候 每个人名字都叫得出来 当然叫不出来 那就会怎么办 就笑就好了 哈哈哈哈 平常真的是很难 你都要笑会吧 你说表哥表哥 是你的手啊 你自己笑不定啊 你怎么摆谁跌 现在运辈啊 运辈老师说 至少客家话还可以 客家话其实大家 年轻一辈幾乎也都顿掉了 因为 住的环境不见了 是能够讲客家话的环境 所以大家都可以 你现在还可以用客家话讲话吗 一般的 基本的 日常生活会话 其实勉勉强强 你用勉勉强强吗 来来来 你用客家话 念第一题 你们年约大年出义啊 你就这样变国语了 台年出义了 对客家话来说 来说 我念 不是特别吗 因为客家话 其实后面我就不会讲 你怎么说 你怎么讲 你怎么讲 讲个三句而已 对啊 好歹我和各位同情 台家有今天 请你请你请我 要命名的什么 你怎么讲的 你怎么讲的 那你念第三题 第三题 这个就太难了 这个有专业 台家 台家 台家庭 台家庭 这后面就 所以说 所以你的小孩就完全不会讲 就完全没有 没有 我才两岁也还没有讲 不过我给他听客家童谣 他的客家童谣难道就是 我小孩在讲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那是在讲什么 那你几岁 我三十八岁 三十八 我还是在高中时期 都是全面使用客家话的年代 在我小我七岁的时候 我问他 我们高中还有没有在讲客家话 他说已经完全灭掉了 全部都讲母语 所以像我到高中的时候都还会讲 到了 我离开 大概二十年的时候 完全所有的名词 发音都忘记了 那你就不用讲下一代 所以说 现在不能讲母语在消失 阿嬷的语言在消失 对 其实这是很严重的 你就像我们会 可是你还有一点客家腔 这个是没办法修掉的 一丁丁 可是你竟然不会讲客家话 对阿 这就神奇的地方了 只有腔你 但是你平时都已经忘记了 那比如说像苗栗分为 北苗中苗南苗 客家话怎么讲 北苗中苗南苗 北苗中苗南苗 那苗头不对 哇 天哪 有腔 可是不会讲的耶 就是你的阴还是会在 可是因为你没有对话的那种机会 我觉得是很可惜 就是像我们到台北之后 因为其实身边很少是真正 而且客家人的腔调差很多 像我是视线 苗栗市的视线 你要我去跟海陆的 比如诸东的沟通 以及跟他用客家话沟通 还不如用国语沟通 因为我们觉得他的发音听起来就是有点不爽 海陆的听起来有点不爽 对 天上雷弓啊 地上海陆风啊 哎呦 就是我们在读高中的时候 我们都讲就是 因为会有一些客家语言的差异 有时候他们就会高生 就会 两边高中会有些冲突 武力的冲突 那时候就是会有 其实客家的性 个性会在 节俭个性会在 可是语言就消失了 我就觉得很可惜 就是语呢 那个 对他有客家腔 对 就是说人家是相音已改病毛催 他是相音不改 病毛催 对 对 没有病毛 是是是 不过 你说 一般客家话 客家人讲客家话我听得懂 大家都是 都讲的不怎么样 哈哈哈哈 这个人每个人讲客家话我都听得懂 他那个都不到底 那个都是被国语去 有点他的词去禁论掉 因为他希望有比较强的补肌 因为他知道太难了 十年轻人都不知道 对 我来看一下这个敏凤 说今年这个年对你来讲很特别 很难过 怎么说 没有 因为我也很少在公开讲 差点的事情 没有 就是今年 就是因为 原来说我爸爸是 两度中风 就是只要星际等赛 计而度 爸爸本来就中风了 对 大概已经十年了 十年了 还蛮旧的耶 所以中风很容易再度中风 对 对 然后进去之后又 不久又心肌梗塞 所以 比较危险 对 那现在在医院里面 现在还在医院 对 因为他本来血压是 就是要打那种 炎柱血压才会可以上来 那他现在血压比较好 可是他现在其他的状况 好像还是有嘛 因为他过去也有大肠癌 那很怕又复发 因为他现在有血便 等等 那就是好了这个 又不曉得哪里又出状况 这样子 没问题我看到你的故事 我才 就是说 你会去更加珍惜 平常觉得很平常的东西 比方说我会 现在会想想 啊 爸爸妈妈那个 常常坐在那个椅子看电视 平常就觉得说 那没什么 好像是固定家里的一个 对 摆设 去那边就跟陪他们看电视 这样 可是 你就是有一天失去了 你才觉得他很珍贵 对你来讲 爸爸 就是说他中风以后 跟中风以前 你平常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说实在 我爸爸 就是十年前中风以后 他就一直都比较不方便行动嘛 所以你看我那个小外甥啊 五六岁的时候 他就说 什么阿公都像木头人 就是说 他一直坐在固定的位置上面 然后走 吃饭啊 他还会走 那时候还会走 就是吃饭啊 上楼梯 然后 接下来就坐在那里 回到我家里走 就看到那张椅子 你心里面就感触很深 空的 对 所以你家里面好像比方 他也没有跟你讲什么话 然后也没有互动很多啊 或者 可是 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 你进去以后就觉得 那个位置上面 没有人 对 那 就是觉得说 平常其实你看起来好像很淡 很淡的 家人的感情 嗯 其实到那一刻的时候 你会觉得 那其实就是真的 就是所谓的亲情啊 其实是很深的 就是 忽然看到 爸爸那个位置空了 之后 眼里就掉下来 对啊 就是就一直掉 然后那天就是隔两天 比较稳定会回来台北上班嘛 然后就 就一路开车 就会一直掉人 你都 你事先都没有想到你 因为你会一直这样 一路哭回台北 嗯 因为你 你就是很习惯 好像爸爸也很久没有跟你 讲话 就会讲很多话 因为他 又不太好 只有我妈用吼的 会 都跟他互动 那我们小孩子就说 爸爸我回来了 然后 要么就说 吃饭了 就这样简单 然后吃饭 就是看着他吃饭 然后也很少讲 聊别的事情 工作上也不会聊聊 那天就感到很大的差别啊 就说你坐在那里 他有没有他坐在那位的上面 你心里上面的感受 就很不一样啊 所以人家有个句话说 什么叫做家 对一个小孩子来讲 有父母亲在的地方 就是家 你家里多少几个兄弟姐妹 大概就是两个 两个女的 大概就是两个 你搞不清楚你 两个女的 哪几个男的 就是我弟弟 一个男的 两女一男 对 那其实我爸爸大概是 他自己六七岁 就没有亲生妈妈了嘛 那就是我们奶奶就过世了 不过我们后来也有在娶啊 不过那小孩真的是太多了 十几个这样子 所以他比较内向也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你 你后来就是 我后来是有一次在那边坐 大家都在那边坐 他突然就冲我说 第一步 我肥肥肥就够这样子 哈哈哈哈 就是儿子没有那么优秀 反而这女人优秀 那即使是重男轻女啦 那有什么漏用 这个女的女的 他搞什么漏用 大概是这个意思啦 其实我 我不知道这几年才讲的 因为我心里还吓一跳耶 因为猪肥才能拿去卖嘛 就肥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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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 成绩非常好 因为是偶然吧 不晓得 然后我爸也没有说什么 那绝对就要 就贵很多 那我爸爸 我家只是小康而已 并没有 并没有很富有那种 然后他就大一年 等一下 先休息一下来 先进高校 就是 就只剩了 就只剩了 有来 全学校都会